男友在闺蜜的嘴里是没有名字的 从闺蜜恋爱到结束 你都用的代称来代替他男朋友的名字 你们也是这样吗 比如你和那个185怎么样了 再比如你和健身房那个怎么样了 你和那个体育生怎么样了 跟喜欢打篮球那个还在一起吗 卷发那个你还喜欢吗 看书那个 寸头那个 1米7那个 喜欢开车那个 总之就是不可能知道他们名字的 除非他俩结婚